项目编号 SCP-1079 Wonderpainment博士的减肥糖 项目等级 Safe 课书收容措施 所有SCP-1079的实体应储存于SIP-19的107-19号收容柜 另外,检查数据库将随时更新SCP-1078的信息 以拦截任何未来可能出现的新货物 描述SCP-1079是一堆糖果 上面用亮色印着Wonderpainment博士的减肥糖注册 当前,基金会已收容了箱SCP-1079的货物 每乡有64代 印在每个袋子上的标记提供了产品的名称 和两个警告 不适合三岁以下孩童 和每次只吃一粒糖果 另外,它列出了数种营养素 维生素和矿物质每日负百分比数值 没有一个是SCP-1079所含有的 人类对象在吃下SCP-1079后马上报告有刺痛感 在10到15秒后,对象自己的血会变成粉红色 泡泡糖香味的泡沫并从对象的腹部、手臂和背部的毛孔中分泌出 分泌出的总血量为30到50毫升 且不会马上危及健康 吃的糖果越多则分泌出的血越多 作为SCP-1079预定功能的一个后果 食用者血液中的泡沫会增多并开始沸腾 有超过95%的一次吃 超过四粒糖的食用者死于放血 放血会导致食用者的肺部泡沫增多 在进行了规定的动物实验后 才发现SCP-1079有助于帮助使用者减少身体质量 曝露 自从初次发现于1990 有单货物被送到全球各地的超市 在2005试图追踪这些货物的来源或配送中心的努力都失败了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1079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